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神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6月28日,星期五 今天最低氣溫29度,最高34度 大致天情和酷熱 各部地區有趙雨和雷暴 吹輕微至和煙的偏南風 不止的 上水那裡都很誇張 36.3 哈哈哈,香港熱死人 有什麼新聞說呢? 嘩,很久沒見了,方方姐 現身立法會 嘩,現在聽她說話的聲音好像 沒有以前那麼真嗨 說話是有點不太清楚 但諒解的 因為她的耳朵問題 就是這樣 稍後再說說這個 方方姐現身立法會 也有很多話說的 另外看到有裸南 就滾作流冰 在馬路上做什麼呢? 我看見有個地方 出現浮屍 哎,真是恐怖了 搞什麼呢? 另外說說說香港 嘩,移居城市 現在是位列50 差新加坡很多 如果你要比較 新加坡是26 原來大阪是頭10位 嘩,又真的挺方便的 我一年有 大概有半年在大阪那裡住 是,她不地震就行了 上次地震嚇死人了 如果不是就 都挺開心 有時候的事情很客觀 譬如看屋租 當地人租屋多少錢 已經解決了 所有問題了 解釋了所有事情 待會慢慢跟大家說 詳細新聞內容 香港熱到秋今 35度 連續9天 會平了8年來的紀錄 連續9天就是30多度 我覺得會超過 不是平這麼簡單 如果你平就不算是什麼 厄爾尼諾現象 不算是溫室效應 一定要超過才是威威的 是不是? 那麼地球的末日鐘才能推前才能推得有理 不是亂推 平安鐘 說到截至6月26日傍晚6時 透過平安鐘服務支援關懷服務 有4萬780次 有2064人需要入急診室 也很多 她說什麼時候沒有說 可能是今年吧 我猜4萬多人 2千多人入急診室 首個酷熱天氣警告6月13日生效開始 一線通平安鐘的個案是上升的 她的趨勢 17日求助個案單日最高 在17日 升幅有一半 50% 哇 然後 原來不是今年 也是差不多一日子 她說每天有超過1800宗求助 那些老人家那些真是大件事 主要是雲和身體不適 我媽媽也說無法呼吸 很熱 香港是藝局 叫她開冷氣就不開 開吧 開冷氣就行 不開就行 不開冷氣也可以開很細很微的冷氣 那些時候 老人家是比較辛苦的 年輕時做運動比較好 到處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一點 但始終還是 因為好容易中暑 長者教議中暑人群 長者儘量穿鬆身衣服 其實年輕人也是的 否則能夠說到股銜熱匪就麻煩了 香港又濕又熱 這些真的要保持抵抗力,不要讓病毒入侵的身體 如果有什麼事就立刻休息和求助求醫 今天各部地區也有些咒語,可以講一下降溫 上水到36.3度簡直是暑氣逼人 36.3度拍得住泰國曼谷,曼谷37度 平均37度,如果我在香港就不會覺得有多熱 泰國我也不覺得熱,說話有冷氣,因為沒有冷氣就熱死人了 那些中午時間紮到紮那些真的暈倒 好吧,小心點 另外,台灣升級到大陸港澳的旅遊警示 批懲戒台獨新規影響交流 這個在中國新聞上會多說 現在無端端,世界局勢緊張 俄國又拿核彈空空供 北韓又弄一些糞便過來,我每天都收到一些警號 有些在北韓的氣球浮過來 核彈我又不覺得會 原來北韓的平壤和南韓的首爾 都這麼厲害,你打打我們 打自己 現在弄一弄震,但不知道怎樣 另外這件事很搞笑 網傳,有乘客帶了葡萄上飛機 租外判地勤沒收,然後自己吃了 香港快運將內部處分事件 真相嗎?真的嗎? KFC的葡萄很想吃 南韓的KFC有沒有葡萄? 有,希希說有 很想吃一隻 今晚就吃一隻 有人說到底有多喜歡吃葡萄呢? 那 就說香港Express那裡 沒收了別人,然後吃鬼了別人 沒收你不吃了也是浪費了 但沒收吃了好像又有點余麗不合 有人說 團隊沒有權益,沒有沒收別人吃東西 有人覺得是老作 香港快運說將內部處分 喂,他說將內部處分真的真的 看一看 香港快運證實事件 表示非常關注網上的流傳貼文 要求負責地勤服務箱展開調查 引述回覆 經過內部調查 證實真是一名外判員工 違反處理 遺留食物正確的程序 真是吃了別人 這麼大膽? 我都遺留了一些東西在香港快運 有幾隻Switch的遊戲 但我沒有找他拿回 不知道有沒有人拿去玩 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處理 我沒有空了,我走了去日本 在日本樓下玩具街 我買過一些新的 留下了幾隻足球遊戲 哈哈 在那裡虧了幾百元 真可憐 自己在飛機上多事情搞 最壞的是謝婷婷 在飛機上 搞得他漏了一包遊戲 吃了別人的葡萄 葡萄 如果是KFC那些 聽說是抄襲了別人的 澳門的形式 所以是很正宗的 聽說 好像聽霍哥說的 大家都知道 哈哈哈哈 左抄抄右抄抄 好 另外有些小朋友 拿商情證 打算入境香港 那內地女就說 我以為警員會睡覺 你神經病 以為警員會睡覺 內地女深宵 用朋友的商情證 還要不是自己的 企圖入境香港被截 你神經病 你神經病 深圳相報報道 凌晨2點 在6月23日 一個女子來 24小時通關王哥口案 在人員查驗台前 拿出一本 是其他人的商情證 打算入境 打算入境 然後解釋 我以為他會 幫助 內地法例 慕容他人入境 會罰一千至五千元 不肯 情節嚴重 會有五天以上 十天以下的拘留 罰錢和坐牢 真是佼佼陣 處事 好 好了 那說一下 說一下方方姐 很少聽到 她 整個款式 很精神的 直不甩的腰骨 很聰明 很美 但是說話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不太清楚 但是可以的 腦筋是可以的 她的聽覺影響到她的說話 蕭芳芳77歲 昨天還以一個護瞄 基金會會長身份 現身立法會 向時任保安局局長 和立法會議員黎動國 強制舉報若兒 若待兒童條例草案 遞交六點意見書 蕭芳芳在記者會 最後更向黎動國敬禮 報紙形容她的興奮舉動 就是十足少女 是 她說因為 2011年 當時時任保安局副局長黎動國 到護瞄基金 為性犯罪核查機制交流資訊 她當時很興奮 一看到她就給例 她說以為要這樣 是的 她以為這樣 黎動國會對她好一點 但其實不需要 她平易近人 交流會氣氛溫暖 蕭芳芳表示 從那次開始 敬禮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所以每次看到她都敬禮 我很喜歡這個姿勢 又喜歡看韓劇 尤其是軍隊 特種劇類型 她喜歡的韓國演員很多 說都說不完 哈哈 哈哈哈哈 平時還有練習氣功養生 有些蕭芳芳的對話 我們聽一聽她的聲音 我也覺得是真的 你先聽一下吧 報紙有寫嗎 報紙寫上我女兒開畫展嗎 真的嗎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女兒這麼出名 原來她因為 對 她說她不知道我女兒這麼出名 她女兒開畫展 因為她說她不想她女兒報後塵 可能被其他人去採訪 那些她不喜歡 她小時候沒有一個童年 被問到 其實明年七公主六十週年紀念 薛家宴就計劃一起去旅行 她有個回應 我們再聽聽她 家宴姐提議旅行慶鬆 她去吧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可以旅行 因為我不可以坐飛機 耳仔坐不到飛機 因為耳鳴大航 嗯 這樣我們會商量如何慶祝 但是我們很可能會 殺了一盆慶祝 哈哈哈哈 就是她這樣 聽到芳芳姐的聲音 都很開心 精神的 但是聲音是差一點 在發音上 可能耳朵上都是 只會什麼 不會進步 可能她已經很努力 看到她說話已經保持著一個很優雅 很美女的姿勢出來見傳媒 為什麼芳芳姐會這麼自力幫助這些小朋友被性侵呢 1998年是她成立的護苗基金 原因是她透露當時拍粵語片 曾在魚蛋檔取景 她在洗手間化妝時 有幾個只有十一二歲的魚蛋妹 進來哭 被人侵犯 埋怨 她聽到覺得很難過很傷心 很辛苦 聽到他們是不願意的 加上她有朋友曾經被侵犯過 導致婚姻不如意毀了她一生 所以希望多人關注 不想有更多的無辜受害者 真的不知道 我也有想過這件事 她的護苗基金會不會她小時候拍戲 被人XXY過 原來不是 試過在魚蛋檔取景 有些年輕人說原來不是自願 很小 那時候六十年代 這麼小 十一二歲也有 真是恐怖 香港現在 好一點 但是還是有變態老 一定有 剛剛看到一件事 智力打擊 將軍澳店舖14歲女 租非禮中年男人 第二天在商場被人拘捕 在前天 晚上有一個女人報警 14歲的女兒在混亨路店舖 給男人非禮 看看閉路電視 現在被拘捕了一個姓莫的 44歲本地男子 非禮 被拘留調查 猥褻侵犯罪最嚴重 最高可以監禁十年 實在太離譜了 嘩 穿件襯衣 牛仔褲 斯文 那樣子 都是敗類 這些變態老 將他成之於法 就對了 香港會不會沒有這個暴力的事件 每天都暫時還是有 油麻地街頭尼泊爾少年捱打 打完人 那些人 在昨天傍晚六點 逛街子 16歲 尼泊爾少年 在苗街甘肅街交界 被三個男人以手襲擊 徒人報警求助 去到廣牙醫院 就是自傷 另外 冷藏牛肉 當鮮肉賣 粉嶺王后山商場街市 被扣了206公斤牛肉 是假的 不是鮮肉 是 也是假的牙醫 在觀塘經營無牌牙醫 77歲 老翁被捕 無牌都敢死 和別人弄牙 姓林 77歲老人家 不知是他怎樣 以前在九龍城寨那些 估計 牙佬 被捕了 說一說什麼 在街上脫衣服 玩滾軸流冰 似乎險象横生 原來在側如沖馬路 我以為是中環 側如沖馬路 糟了 我現在在香港也不認得 紅燈前花式 還在玩花式 真的 很有表演欲 在玩滾軸流冰 在馬路上 脫衣服 真的 表演 人家說是裸跑 也不止 表演 有人說是否預備 巴黎奧運 那些參賽者 麻煩去一些合適的地方玩 搞亂交通 我在韓國也看到 有些死仔 星期日 老年那麼多人 在玩滑板 還要表演 跳板 真的 真的 你有表演欲 找些三成群一起玩 自己 沒有人跟他玩 自己一個玩 都知道 沒有人侵他玩 那種 很多人的地方 表演 有些老人街走 動著拐掌 真是死仔 其實這個錯腳 踩了一塊板 飛出來 撞到人 就是撞傷人 以為自己很有型 真的 嘟嘟嘟 唉 不要搞真 另外 屯門海面 經驗是呂浮師 身份 身份 代查 死者20至30歲 身高1.6米 瘦身材 黑色上衣 灰色短褲 在屯門浩和街 近屯赤公園 對開15米 人形物品飄浮 昨天下午5點 昨天很多小妹自殺 一個柴灣豐華村 十九歲女 吃過量藥物 昏迷送丸 今早5點20分 十九歲女兒懷疑 而服飾過量藥物 這裡有一宗 她有情緒病紀錄 十九歲就認定她有情緒病 真可憐 對 不開心 聽吳仔說佛禪 可能有一條可以 輸解到你的 另外有個十六歲的小妹 在大園村跳樓身亡 學業問題困擾 你說慘不慘 慘啊 上學多麼無謂 這些事情 真的這麼說 你上學 你上學其實 譬如很多人讀書 大家都讀過書 你讀書的東西 未必是你 出來工作的東西 對吧 你上學的成績 也不代表你將來的人是怎樣的 對 你說學業問題 會不會學校被人欺凌 這一個那一個 你說學業問題 有些人真的不用看得太重 讀書好 出來工作也未必好 工作也好 感情也未必好 感情也好 賺錢也未必好 投資也未必好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可以令你很不開心 對吧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人有很多的出路 其實現在在網上這麼多的人 看看他們的成功例子 其實也有不同的出路 永遠人不是只有一條路 以前就 大家瞎瞎瞎 對世界不太了解 沒有網絡的時候 就對學業 或者其他事情有些迷信 一定要這樣才可以這樣 但是告訴你 就不是了 其實李嘉誠也做了一個版 就是給你看 不過都依然有很多人很迷信 有些事情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知識改變命運 努力去吸取自己 有興趣的知識 這個是幫到大家 看到很多很小的 走去自殺 這個其實很心痛 看到這些新聞 另外看看香港 那個移居城市 那個地位 都挺低的 位列五十 誰列出來 英國當然是這樣寫 是否唱衰香港 我們研究一下 英國經濟學人 智庫公布全球移居指數 2024年報告 全球最移居城市 亞洲 蛤? 全國亞洲 只有日本大阪 可以入圍首十位? 大阪就是首十位 整個亞洲 但是香港其實過去十二個月內 移居指數已經大幅 升幅了 有五十位 蛤? 其實我想知道 有什麼比香港高 新加坡26 新加坡也不奇怪 地又小 東西又貴 香港的居住 其實很簡單 其實東京也有輻射 各樣 沒有理由 福江也不會 跟大阪差不多 如果以城市來計算 福江也很好 我覺得退休 福江比大阪好 但是這樣說 譬如當地人 他們問我們租樓多少錢 在日本 一萬多元 他們說你們一定很有錢 不是的 他們說當地人租樓是二千多元 大阪 二千多元 不夠三千元 香港三千元 你住不了屋 供屋也不可以 大家賺的錢可能差不多 譬如大阪那些是 旅遊區 旅遊區賺錢比較多 等於曼谷賺錢是最多的 那些地方 竟然大阪是租居首十位之內 不過這樣說 英國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偏見呢? 我覺得在亞洲很多地方都很好住 譬如馬來西亞 很好住 馬來西亞 正到暈 不過各有缺點 東西就不是很好吃 韓國的東西也挺好吃 但韓國的人真的不用睡覺 我昨天真的去看衣服 那間店鋪 收多少點? 你猜不到 人家就是夜繽紛 首爾 凌晨兩點 早上開十點 你怎麼鬥呢? 跟別人的城市 你想想香港晚上凌晨兩點有沒有東西玩 人家賣三間店鋪 收兩點 其餘那些人生四格 收多少點? 24小時 你沒有啊 一般不需要店員走進去自己玩 是 搞不定 香港不能鬥 你要跟別人跟 跟別人就不能跟 你不要跟別人鬥 做自己的特色 我覺得香港是要這樣做自己的特色 不要鬥 一比較各有各的特色 有些人喜歡早點睡 我在香港也早點睡 為什麼一定要什麼? 這個地方都可以養生的 這個地方 香港有香港的好 真的 我覺得新界跟香港島都很不同 只是居住環境 你不能夠用這樣的香港去代表什麼 譬如大埔和大國咀 一定會先差很遠 居住的環境 是 誰是第一位呢? 澳地利 澳地利維亞納? 連續三年榜首 楊英偉在澳地利居住 他可能真的看中了那裡 第二位是丹麥 是 瑞士蘇黎世 第三位 澳洲 墨爾本 由第三位 跌至第四位 扯澳洲 很悶 所以 你移居 和我和你的心目中 真的很不同 不可以說 每個人心目中都是這樣 反而日本大阪是唯一入圍的亞洲城市 原來和新西蘭的澳克蘭是位列第九 但如果你問我頭十位 你說大阪是第九位 我一點都會選大阪 你之前的玩具多開心 大家都不同 你在澳地利找個高達看看也沒有 哈哈哈哈 好 說說雙重疫情反復 流感數字較上星期是升了一倍 新冠死亡和重症增加了六宗 病毒到處都有 日本有吃肉菌 大阪之前吃肉菌死了的香港人 是不是 很難說 又說全國的水質 又說驗到血液有癌症 我們不喝地下水 所以 洗澡有沒有呢 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 其實整個亞洲的水 都是很一般的 尤其是泰國開水喉出來的水是臭的 馬來西亞也是一般的 我們都不喝 但是喝膠瓶水又有素膠微粒 做人真的很 懂得生存 香港新聞的時段 另外沙田馬會宿舍失火 九十人疏散 一個消防員暈倒了 宋醫院救人的暈倒了 其餘沒有人 有住客有龍煙感到不惜 但沒有說多少人 火警裡有一個消防員救援期間不惜暈倒 回復清醒 救護車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自利 真的 小心點才行 另外東涌貨倉又失火 哎呀 真可憐 一隻貓媽媽和四隻貓B撞身火海 燒死了 五隻貓全部死亡 救出三隻狗 在日東村近魚日樓附近的貨倉起火 貨倉裡有這麼多動物 哎呀 這是狗牆 六百尺專收留遺棄的動物 旅場主表示 那些貓有一隻貓 有四隻B 是 起火 全部貓都燒死了 就是阿里陀佛 火光紅紅 未能把貓咪救出 哎呀 另外看看 大嶼山 修樹 有一個七十多歲的義工 三米高 跌下來 宋縣搶救 就是命危 哎呀 為什麼 七十歲姓毅的男義工 在大澳道幫忙鋸樹 其他有其他義工 誰知道三米高 大樹跌下街 三米都很高 現在是危殆 事發和兩名一起收樹的 誰知道就搞成這樣了 好 另外呢 和邪村 女子菲墮花草 宋縣死亡 59歲 昨晚11點 三十四分 另外還有一個天水圍村 男子晴困 燒炭 28歲 哎呀真是可憐 祝大家身心靈健康 有空聽五仔說佛禪 不要說聽過 聽過都可以再聽 解答到 或者你日常做的事 可以越做越精進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聊 拜拜